亲爱的弟兄们,我很感激我们一群人数众多的圣旨持有人能够一同崇拜。 我爱你们,也敬佩你们能保持配衬,在世界各地发挥良善的影响力。 我要邀请你们每个人思量如何回答许多年前大卫奥迈基会长对教会成员所提出的下列问题。 他说,如果此刻你们每个人都被要求用一句话来陈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最大的特点,你会如何回答? 麦基会长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所给予的答案是,最大的特点乃是圣旨的神圣权柄。 其他教会宣称他们的权柄来自于历史传承、经文或神学训练,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却有别于其他教会。 我们清楚地宣告,圣旨权柄以由天上的使者直接按手在先知约瑟斯密头上授予本教会。 我的信息着重在此项神圣职和天上的能力。 我诚恳祈求,在我们一起学习这些重要的真理时,能有主的灵协助。 圣职是神委派给世人,为人类救恩行使一切事的权柄。 圣职是主透过人来行事以拯救灵魂的工具。 无论古今,耶稣基督的教会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耶稣基督的权柄。 若无神圣的权柄,就没有真正的教会。 平凡的男子被赐予圣职权柄,而圣职案例的资格乃是配衬和意愿,而非经验、专业、知识或教育。 信条第五条里,叙述了获得圣职权柄的方式。 我们信人必须蒙神召唤,借着预言和有权柄者的按手礼,才可以传讲福音和执行其教义。 因此,男孩或男人必须经由持有圣职,且获得持有必要圣职权要之领袖授权的人案例,才能获得圣职权柄,便被案例到某个职位。 圣职只有人被期望,要按照神的神圣意念、旨意和目的,来行使这项神圣权柄。 圣职所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无私的,圣职始终都是用来服务、祝福和巩固他人。 蒙受较高的圣职,是仅由接受一项庄严的圣约,其中包含了有义务要依据所获得的权柄和职位而行动。 身为神的神圣权柄持有人,我们要采取行动而不是受行动支配。 圣职其本质是主动积极而非消极被动的。 泰府彭孙会长曾教导, 接受圣职,却被动地坐着等待,等到有人督促才采取行动,那是不够的。 我们接受圣职后,就有义务要积极热切地推动世上的正义伟业。 因为主说, 没有命令就不做任何事,用怀疑的心接受诫命,又揽于遵守诫命的人,必被定罪。 因在干会长也再三强调,圣职积极主动的本职。 违反诫命,不善尽职责,都违背了圣职的圣约。 因此要违背这约,只需什么事都不做就行了。 当我们尽最大努力去履行我们的圣职职责时,我们就会蒙福拥有圣职的能力。 圣职的能力是神的能力,透过像我们这样的男人和男孩而运作的, 同时需要个人的正义、忠信、服务和勤奋。 一个男孩或男人可以经由暗手礼而获得圣职权柄, 但是如果他不服从、不配衬或不愿意服务, 就不会拥有任何圣职能力。 圣职的权力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 天上的能力不被控制或运用,唯有借正义的原则才可以。 这些都可授予我们,那是真的。 但当我们从事遮盖我们的罪或满足我们的骄傲, 我们虚妄的野心或以任何程度的不正义 对人类儿女的灵魂施行控制、统治或强迫。 看啊,诸天就退出,主的灵悲伤。 当其退出后,那人的圣职或权柄也就结束了。 弟兄们,一个男孩或男人接受圣职权柄, 但却轻忽不去做一切必要的事, 使自己有资格获得圣职能力, 这个人不会被主所接受的。 不论年轻还是年长, 圣职持有人都需要拥有权柄和能力, 也就是在救恩的事工上代表神所必须具备的许可和灵性能力。 我所生长的家庭里有忠信的母亲和美好的父亲。 我母亲是先驱者的后代, 那些先驱者为了教会和神的国度牺牲了一切。 我父亲以前不是教会成员, 他年轻时曾渴望当一名天主教神父, 但最后他选择不去读神学院, 而是在事业上当一名工具和染料制造商。 我父亲婚后大部分的时间都陪家人一起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聚会。 事实上,智慧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父亲不是教会成员。 他会参加智慧的累球队并担任教练。 协助同军活动, 并且帮助和支持我母亲履行各项教会召唤和责任。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关于圣职权柄和能力的重要一课。 小时候, 每个星期我都会多次地问爸爸, 他什么时候受洗? 每次我缠着他时, 他总是亲切而坚定地回答说, 大卫, 我不会因为你母亲, 你或其他人而加入这教会。 当我知道加入这教会是正确该做的事情时, 我就会这么做。 我相信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父亲有了一下这段谈话。 那时, 我们一起参加星期天的聚会以后刚回到家。 我问爸爸, 他何时会受洗? 他笑着说, 你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受洗? 今天,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我很快, 而且兴奋地下了结论, 这件事, 现在总算有进展了。 我爸爸继续说道, 大卫, 你们教会教导, 圣职在古代的时候被从地上去世上取走, 并且已倾由天上的使者复兴给先知约瑟斯密, 对吧? 我回答他说的完全正确。 他接着说, 我要问的问题是, 每星期在圣职聚会里, 我都听到主教和其他圣职领袖在提醒, 恳求和请求弟兄们去做家庭教导和履行圣职职责。 如果你们教会真的有复兴了神的圣职, 那为什么在履行宗教职责方面, 你们教会许多弟兄和我教会里的弟兄没什么两样? 我幼小的心灵顿时一片空白, 无法回答我爸爸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们, 我相信父亲与他所认识的我们智慧弟兄的缺点来论断教会具有神圣权柄此上生命的可信度是向错误的论断。 然而对我而言, 他的问题里所隐含的假设却是正确的, 即持有神的神圣圣职的人应当有别于其他人。 持有圣职的人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比他人好, 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应当有所不同。 持有圣职者不仅应接受圣职权柄, 而且要成为配衬中性的工具传达神的能力。 他们扛台主器皿的要洁净。 我从不曾忘记从父亲那里学到关于圣职权柄和能力的一课。 他是个好人, 信奉其他信仰。 对那些自称持有神的圣职者有着更高的期许。 多年前星期天下午的那番话让我有种渴望当个好孩子。 我不想在父亲学习复兴福音的进步过程中成为坏榜样或绊脚石。 我只想当个好孩子。 弟兄们, 主需要我们所有持有他权柄的人都能随时随地做个值得敬重、有品德和善良的男子。 你们或许有兴趣知道几年后,我父亲受洗了。 我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授予他亚伦和麦基喜的圣职。 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就是看到爸爸获得圣职权柄,并且最终获得了圣职能力。 我跟各位分享,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这项深刻的教训,是要强调一项简单的真理,经由按手获得圣职权柄是个重要的开始,但是这还不够。 按例仪式可以授予我们权柄,但还需要我们运用圣职的能力来努力提升灵魂、教导和做见证,祝福他人并提出忠告以及推动救恩的事工,并借此生活正义。 在这世界史上的重要时期,你我圣职持有者都需要成为正义的男子和神手中有用的工具,我们需要奋起成为属神的男子。 你我应当好好学习和效法尼斐的榜样。 他是希拉曼的孙子,也是救主开始在尼斐人中施行圣工时所召唤的十二使徒里的第一位。 这位尼斐教导他们许多时,尼斐以权力和极大的权柄教导他们。 我在担任主教和智力委会长期间,在圣殿推荐书面谈结束时,经常会问已婚的姐妹们,我能如何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效劳。 我从那些中性的妇女得到的回答大致相同, 这些答复不但具有启发性,且发人申请。 这些姐妹们很少抱怨或批评,但是他们往往提出以下的回复。 请帮助我先生了解他身为家中的圣职领袖所应尽的责任。 我很乐意带领研读经文,做家庭祈祷和开家人家庭晚会,我也会继续这么做,但是我希望我的先生能成为平等的伙伴,给予坚强的圣职领导。 只有他能提供这样的领导,请帮助我先生了解如何成为家中的教长和圣职领袖来竹领和保护家人。 我经常想到那些姐妹们的诚恳和她们的请求。 圣职领袖今天也听到类似的忧虑。 许多妻子恳切祈求他们的丈夫不仅持有圣职权柄,而且也具有圣职能力。 他们渴望在建立以基督为中心,及以福音为中心的家庭,这项事工上能与忠信的丈夫和圣职伙伴同父一恶。 弟兄们,我应许,如果你我虔诚地思考这些姐妹们的请求,圣灵会帮助我们看到真实的情况,并帮助我们认清自己需要改变和改善的地方。 现在,弟兄们,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今晚,我要重申多玛孟孙会长的教导,他邀请我们要做正义的榜样。 他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做主的差事时,只要我们配衬,就有权获得他的帮助。 你,我持有圣职权柄,这项权柄已在本福音期借由天上使者,即施洗约翰和彼得,雅各及约翰而重回世上。 因此,每位获得麦基使得圣职的人,可以追溯其个人权柄线直接连到主耶稣基督。 我希望我们都对这项非凡的祝福心怀感激。 我祈求,我们在行使主的神圣权柄时,能洁净配衬的代表主。 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圣职能力。 我见证,神圣圣职确实已在这后期时代复兴到世上,并且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 我也见证,多玛孟孙会长是主领教会高级圣职的主领大祭司。 也是世上唯一持有且蒙神授权行使所有圣职权柄的人,圣职权要的人。 我郑重为这些事作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